针对道路空间规划议题 市长陈其迈9日在议会总咨询中答询表示 过去人行道铺设条件不佳 材料也容易损坏 他调整了人行道的实作方式 以PC刷毛铺设 节省成本并且也容易管理 PC刷毛的方式 先本是选 更方便 维护管理的方便 所以你看 其实国外的一些例子来看 他们的人行道没有人 像台湾这种人行道天天在修的 每次修又边预算 修又边预算 所以在林副市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大概也针对这些人行道 做了很快速的调整 跟我们说过去可以做一条 我们现在可以做两条 而且维护费用要降低 所以我要根据刚刚蔡议员的建议 请林副市长能够成立一个 人本交通的一个推动小组 这个小组呢 我们也请民间的团体 大家共同来参与 此外也将针对道路空间规划 设立人本交通推动小组 并请民间团体共同参与 陈其迈希望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道路形态 有不同谱色方式 我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有更多元的方式 譬如说在东京都 他们的方向来比较小条路 他们做的人行道的方式就比较不三样 是啊是啊是啊 你像福冈这个大路 做的方式也比较不三样 有的甚至人行道 还是柏油的铺面 因地制宜 对对所以因地制宜 因为在小巷子你车型速度就慢 相对的这些是比较可行的 道安汇报在去年 我们也设了这个路行审议的报告版本 跟检核表 所以我们也都希望说 有短期的有长期的这些做法 能够把它定一个规范 那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规范来做 那这样的话 称呼刚刚议员所指教 那咕咕等等百年的事情 这个十亿二十亿三十亿这种累积 不要说我们的人行道 这样过去都没有彻底检讨 然后造成说在推动 这个人本交通的部分 成为一个最大的障碍 陈其迈表示 人本交通规划是长久计划 百年事业 各项计划与预算 累积逐步推动 并持续检讨改进 来达成人本交通的目标 好 好 好